第四百九十五集 是比比东母女的联手反击 两个神真的结合在一起 是唐三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不能逐个击破 他就没有任何机会 而眼前这情形的变化 更是令唐三始料未及的 全是因为千刃学 那下意识的营救 来自血脉的亲情 导致唐三彻底处于被动之中 背上的八柄罗刹魔帘瞬间飞出 与手中的魔帘融为一体 比比东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唐三身上 但他手中的罗刹魔帘 却骤然向天空中飞去 澎湃的紫黑色光芒瞬间爆发 强大的恶念在空中宛如天魔厉鬼一般 张牙舞爪 唐三的凝聚在空中的蓝色光芒 顿时剧烈的颤抖起来 罗刹神的神力确实对绝大多数神职 都有很强的压迫力 那邪恶的恶念 比天使神力中的童话之力 要可怕得多 只要被沾染上一点 就需要凭借庞大的神念 才能驱除 唐三心中暗叹一声 背后巨大的双翼拍打 半空之中的蓝光如同银河落九天一般 飞泻而下 从背后融入到唐三体内 顿时 他身上的光芒再次爆发出来 就像是先前并没有任何消耗似的 但是 被遮盖的太阳也重新出现在空中 比比东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庞大的怨气被罗刹神力瞬间回收 全部融入到体内 被太阳红烤对他的神力非常不利 随着阳光普照 千刃血 顿时精神大振 看了比比东一眼 手中天使圣剑 斜指高空 澎湃的太阳真火 清晰而下 天使神装上那绚丽的金红色光纹 再次全面浮现 唐三的手 下意识地握紧海神三叉戟 一丝淡淡的绝望 从心中蔓延开来 他知道 自己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了 唯一能够利用的对方母女二人之间的矛盾 似乎已经消失 当两个神真的抛开成剑 刻意进行配合的时候 又岂是他一个人所能对抗的呢 比比东和千刃血开始动了 他们缓慢地向前飞行 飞行速度 甚至比名普通飞行系浑石还要慢 但是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能量 却呈现实质般的扩散开来 一点一点地向前压迫 天使神与罗刹神的神力凝聚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 缓慢地向前压迫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不给唐三任何翻盘的机会 神级的威压完全凝聚在唐三身上 他们的神念各自内敛于自身 一旦发动 必将是雷霆一击 唐三背后的双翼不断拍打 又一次的进化 令着由八猪毛演化而来的双翼拥有着更强的吸收能力 空气中清晰可见的蓝色光点不断向唐三那金色的身体融入 海神神装上 每一道金色的花纹也都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黄金三叉戟上 荡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金色的光雾开始从唐三体内溢出 这是神力过于强盛 令他自身已经无法完全承载的情况 但是 他的身体 却在缓慢地后退着 在面前天使神与罗刹神融合神力的巨大压迫下 不受自身控制的缓慢后退 嘉陵观成头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似乎又看到了三天前那一幕即将重演似的 尽管此时的唐三比那天更加沉稳 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看到 比比东和千刃雪也和三天前并不一样 再不是各自为战 而是真正地连起手来 共同对抗唐三 大师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他好恨 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实力去帮助唐三 雪崩更是瞪大了眼睛 双拳紧握 眉宇中流露着强烈的不甘之色 城头上 唯一还能保持冷静的就只剩下一个人 那就是小五 对于眼前的情况 他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似的 摸出一根粉红色的香肠 缓缓吞入腹中 柔和的能量波动 开始在他背后凝聚起一对透明的羽翅 正是奥斯卡的极速飞行长 唐三大喝一声 手中海神三叉击 在身前骤然划出一个米字 强横的海神神力在巨大的压迫下瞬间迸发 终于稳定住了自己在空中的身体 他不能再继续后退了 再后退就将退到嘉陵关城头之上 那时候一旦他无法承受住面前双神的攻击 整个嘉陵关就将面对三名神级强者碰撞后所产生的余波 面对天使神与罗刹神联手起来形成的庞大神力 此时的他已经别无选择 宁为玉碎 不畏瓦全 这八个字再次出现在唐三心中 原本柔和的海神神力轰然爆发 化为巨大的金色火焰 围绕着他的身体生腾而起 那当然不是真正的火焰 而是唐三自身神力膨胀到了极点的迹象 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之上 右臂海神凯瞬间光芒大放流光一彩 令黄金三叉戟似乎与他的左臂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而唐三的右手也同时抬了起来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在掌心凝聚 伴随着一声低吼 唐三的身体宛如箭矢一般冲了出去 在神级的巨大威压之下 不论是他还是对面的双神 速度都不可能达到瞬间转移那种程度 他们三个神的领域剧烈碰撞下 空气已经变得极为粘稠 凭借着自身燃烧的那金色火焰 唐三硬生生的破开了面前的阻力 双眸宛如繁星一般亮了起来 直奔千刃雪和比比东而去 千刃雪双手握住天使圣剑 太阳真火轰然暴击 金红色的火焰融入天使圣剑之内 前指唐三澎湃而炙热的能量 完全爆发在半空之中 比比东那柄巨大的魔帘也在此时燃烧起来 但燃烧的却是无尽的怨气和邪气 火焰呈现为绿色 母女二人也在同时加速朝着唐三迎了上来 他们要的就是这最直接的影拼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唐三的神色变得宛如亘古冰川一般寒冷 他此时的神念已经沉浸在了一个特殊的状态 变得无比冷静 只有这样 他才有可能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一丝机会 带着惨绿色火焰的罗茶魔帘 与带着金红色火焰的天使圣剑几乎在同一时间迎面而来 千刃学做出了一个上巧的动作 而比比东手中的魔帘则是迎面下批 形成上下交功之势 三个神就在那一刹那完全碰撞在了一起 唐三左手海参三叉戟全力上扬 而他的右手则直接朝着千刃学的方向弹出了一点金光 千刃学吓了一跳 唐三的观音类实在是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先前险些击上了比比东的神级观音类 在发出的时候更是没有半分神力外泄 否则比比东也就不会上当了 轰然巨响之中 比比东的罗刹摩连与唐三的海参三叉戟已经碰撞在了一起 金色的火焰与那惨绿色的火焰同时爆发开来 在空中化为无数光点四散飞扬 而千刃学却不得不调转自己的天使圣剑 横于身前 太阳真火完全爆发 剿杀像了一点金光 唐三营造机会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即使在面对两名神的狙杀情况下 仍然凭借着自己强横的实力制造出了这一瞬间的机会 比比东的罗刹摩连竟然被他的海参三叉戟完全荡了起来 胸前空门大开 而他右手弹出的那一点金光 刚一接触到千人雪的太阳真火时 立刻消失不见 不好 上当了 千人雪顿时反应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 比比东胸前已是空门大漏 这是唐三的行险一招 他将自身所有的神力 其实都凝聚在了黄金三叉戟之上 而且还加上了左臂那重力控制的能力 使得黄金三叉戟本体的重量十倍增强 高达百万斤以上 比比东虽然也是全力攻击 但他又怎么想得到 唐三竟然会对千人雪完全不做防御 而是集中攻击他一个人呢 罗刹摩连被荡起 顿时露出了巨大的破绽 唐三利用的就是千人雪对自己的惧怕 哪怕是他明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发出假的观音类 却依旧会下意识的选择防御 否则 如果他的天使圣剑不顾一切的攻向自己 那么 此时的唐三已经被天使圣剑洞穿了 在被逼到绝境之下 唐三现在所用的乃是大师教给他的一种特殊战法 也是唐三以前从未使用过的一种战斗方式 名叫钢丝流 随时有可能轻负的钢丝流 也是将自己战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钢丝流 千人雪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当他发现上当之后 手中天使圣剑顿时在第一时间挑了出来 直奔唐三胸前划去 唐三海神三叉戟 荡开比比东罗刹摩连的同时 左手顺势前压 黄金三叉戟的极柄直接点上了比比东胸前的铠甲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一圈一挡 伴随了一声嘹亮的龙吟 一条金色巨龙 骤然从唐三右肩肩开处 爆发而出 只是一瞬间 那条金色的巨龙就被天使圣剑上的太阳真火搅得粉碎 但也令千人雪的动作迟至了半分 天使圣剑没能刺中唐三而是横拍在唐三腰间 正是先前比比东留下伤口的地方 唐三闷哼一声 整个人就像是被鞭子抽肺一样身体荡了开去 而另一边被唐三黄金三叉戟点中的比比东却轰然一声 身体完全炸开 化为无数紫黑色的气流荡漾在半空之中 在唐三身体飞起的同时 那紫黑色的气流已经再次凝结成形 罗刹摩连此时还没有回到比比东手中 他的脸色也是变得极其难看 双手握拳同时朝着唐三挥去 一团巨大的紫黑色光球正好在半空之中追上唐三的身体 轰然巨响之中将他撞击的直奔嘉陵棺飞去 唐三的计划和应对无疑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他所面对的毕竟是两个神呢 比比东在关键时刻用出了他还是在浑石时的绝学不死之身 硬生生的将自己的身体能量化 尽可能的躲开了唐三海神三叉戟叙事的一击 当然他不可能逃过海神神力的轰击 但至少躲过了海神三叉戟那重达百万斤的物理攻击 唐三轰飞的同时 比比东身体也是一阵晃动 哇的喷出一口紫黑色的鲜血 但是嘉陵棺城头上观战的众人却都明白 这场战斗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唐三的身体在空中倒飞 全身都不断有那紫色的电光闪烁着 恐怖的怨念正疯狂地冲击着他的神念 逼迫着他只能全力以赴的硬顶 凭借自己高于比比东的神念 将那怨念和邪气一点点排出 此时的唐三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了极点 而眼看着比比东喷血的鲜刃血 却已经手持天使圣剑 整个人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金红色残影 追杀而来 唐三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去阻挡他的一击 海神面对完全联合在一起的天使神和罗刹神 终究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能够再次重创比比东 已经是唐三完成的奇迹 就在这时 一套粉红色的身影突然凭空而出 来到了唐三身边 他没有去阻挡千刃血 只是张开双臂 猛地抱住了那身上还有大量罗刹神力闪烁的 唐三身体 将自己的后背对着即将到来的天使圣剑 他的动作很快 没有半分的犹豫 哪怕是在天使之神这样的攻击速度面前 也在天使圣剑降临前的一刻 抱住了唐三 看到这个人的出现 千刃血顿时一致 是他 是小五 唐三心中唯一爱着的女人 此时此刻 千刃血心中突然有一种怪异的想法 如果他和唐三不是敌对的 是情侣 面对致命一击时 自己能否像小五这样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唐三面前 在这一刻 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是那么的不屑一顾 为什么他心中就只有他的那个他 渡火熊熊燃烧 千刃血猛的尖叫一声 手中天使圣剑再次加速 澎湃的太阳真火滑破长空 直奔小五背后刺去 既然你们要死在一起 那我就成全你们 其实 早在小五看到千刃血和比比东 真正联合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一直在等这一刻的来临 否则的话 他又怎么能够恰到好处的 出现在唐三身前呢 紧紧拥抱着唐三 任由唐三身上还残留的罗刹神力 侵入自己的身体 却没有半分抵抗 因为抵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目光只是看着唐三 带着无尽温柔的看着唐三 似乎在告诉他 哥 和你死在一起 我已心满意足 松开了黄金三叉戟 没有试图扭转小五的身体 而是也同样的搂住了他 结果已经不可改变 尽管他心中是那样的不甘 但他已经尽力了 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 既然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 他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不论生死 在唐三飞出嘉陵关 却并未将小五放入临时空间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了 他知道 如果自己战死 小五无论如何 也不会独活 哪怕是自己让他多活一时 接下来 他却还是会跟随而来 既然如此 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 倒不如共赴皇权 至少他们不会分开 永远都不会分开 至于父亲 唐三只能为他和母亲祈祷 至少除了自己之外 父亲还有母亲这个牵挂在 此时此刻 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 他们彼此的眼中 就都只有彼此 那轰然而来的 要将他们彻底焚烧的天使圣剑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在唐三和小五心中 都回荡着同样的一句话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轰 天使圣剑 准确地 刺中了小五的神级 那神级的攻击 充满了先刃血 极度火焰的一击 毫无保留地 轰击在了小五身上 就算有小五这个阻隔 他也依旧能够轻松地贯穿 已经没有多余防御力的唐三身体 将他们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杀 就在这所有的一切 已经出现在千刃血脑海之中 他心中已经开始有些怅然若失 就在下方 胡列纳已经再次跪倒在地 哭喊出声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的变化 出现了